阿波羅網編譯 普京幾分鐘忘記談話內容 遭質疑罹患老人癡呆 綜合報導 中共扮演不光彩角色 而開始試圖幹這事 暗指謝風 賊喊捉賊 沙利文的表述很有意思 細詞極恐 中共領導們集體裸奔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3號 星期日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普京幾分鐘忘記談話內容 遭質疑罹患老人癡呆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就屢次傳出普京的健康出現問題 說他罹患癌症 帕金森士症 甚至是老人癡呆症等等 克里姆林宮始終堅稱普京身體狀況良好 然而網路上一段視頻顯示 週三 普京在客工接見大諾夫哥羅德市副市長史圖克曼 並和他交談時 前後不到幾分鐘 就混淆了談話內容 引發了社交媒體懷疑 他的精神狀態出現了問題 據美媒新聞週刊7月20日報導 身穿軍服的史圖克曼向普京講述了他如何取得成功 從麵包店工作 到成為大諾夫哥羅德市副市長的歷程 目前他掌管旅遊業 IT業 甚至還上前線參軍了 普京稱讚斯托克曼的經歷簡直令人驚嘆 並稱其可作為俄羅斯人的楷模 接著普京表示 斯托克曼展現出對國家的奉獻精神 同時也為了孩子們的未來而奮鬥 在談話中 普京隨後詢問小孩幾歲了 斯托克曼回答說 回答最大的23歲 最小的9歲 結果普京聽完了 接著就說 斯托克曼的孩子只有3歲 並讚揚他孩子這麼小 仍然堅決投入前線 這段視頻引發了人們對總統狀態的議論 一位網友說 普京抬頭看著天花板 又嘀嘀咕咕的在自言自語 這是不正常的 另一位網友寫道 他似乎聽不到別人在說些什麼 這是癡呆症 另一位寫道 阿爾茨海漠是症 中共扮演不光彩角色 俄開始試圖幹這事 俄羅斯終止了多邊協議 不再承諾烏克蘭糧食出口船隻的安全 本就高企的國際糧價 很有可能進一步上漲 根據德廣聯的一項獨家調查 早在戰爭開始前數月 俄羅斯就開始試圖操縱國際糧價 而中共也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了並不光彩的角色 德國之聲引述德廣聯的調查 早在戰爭開始前數月 俄羅斯以及中共就開始限制化肥出口 2021年9月 作為最大全球磷肥生產國 與出口國的中國宣布 對這一重要產品實施大規模的出口管控 北京黨局給出的理由是能源供應緊張 需要對高耗能的化肥產業進行調控並穩定國內的物價 同年11月 俄羅斯也跟進限制淡肥出口量 到了2022年2月2日 即戰爭開始前三星期 俄羅斯更是宣布停止淡肥出口兩個月 德國波恩大學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科恩赫爾指出 中俄兩國的化肥出口限制措施 對依賴進口物資的非洲國家造成了尤其大的衝擊 面對高企的化肥價格 當地農民只能減少施肥 直接影響農田收成 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糧食短缺 2022年俄羅戰爭開打後 全球的天然氣 化肥 糧食價格都全面暴漲 一直到2022年夏末 價格才開始小幅回落 德廣聯在調查中發現 產糧大國俄羅斯在戰爭開始前直接限制糧食出口 巧合的是 一星期後的2月23日 也就是俄羅戰爭開打前一天 中共海關總署發布公告 正式允許俄羅斯全淨小麥進口 而這項協議則是2月初普京總統訪華與習近平宣布俄中友誼無上限時達成的 目前 中國已經是全國最大糧食進口國 對國際糧價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與此同時 中國也在大規模增加糧食儲備 但並不透露具體的數字 外部分析人士估算 全球的儲備糧食中超過一半都在中國 暗指謝風 賊喊捉賊 沙利文的表述很有意思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 7月21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 被問到與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今年5月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對話 以及中共是否也像美國一樣 認為為美中關係建設護欄非常必要 美國之音報導 沙利文回答說 相對於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對話 這樣的交流可以更坦誠 更直接 為兩國關係設立底線和護欄 是布林肯訪華的主要目的 稍早時候 布林肯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也再次強調 他與中共的接觸是為了設立底線和護欄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這非常簡單 對我們來說 重要的是讓這個關係恢復一些穩定 為其建立一個底線 以確保我們現在的競爭不會陷入衝突 沙利文說 她的印象是中共似乎並不希望為兩國關係綁上安全帶 這只是我的印象 中國的整體狀態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車上系上安全帶後 你就會被激勵開得更快 更瘋狂 然後就會發生車禍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 最好不要擠安全帶 沙利文說 實際上安全帶是一個很好的類比 因為綁上安全帶大大降低了車禍成本和後果 他說美國隨時準備在各個層面進行軍事交流 以避免錯誤 誤判和升級 坦率地說 中國沒有這樣做 中共駐美國大使謝鋒兩天前 在同一個論壇上指責美國芯片禁令不公平 他說 禁止向中國出口14納米以下芯片 就像在游泳比賽裡自己穿上最先進的泳衣 別人只許穿過時的泳衣 還有騎馬的公平嗎? 針對謝鋒的說法 沙利文回應道 中共大使在喊不公平很有意思 中共有一系列的不公平政策 限制對外投資 限制出口 進行網絡經濟間諜 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等 細思極恐 中共領導們集體裸奔 前中國大陸資深媒體人李軍在精英論壇表示 我在國內媒體的體制幹了大概20年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我對隱蔽戰線並不了解 但是到後期的時候 慢慢的我才發現 竟然在很多系統 包括像這個新聞媒體 這裡頭有些人他確實是隱蔽戰線的 後來有人就直接告訴我說 我們還有哪個副臺長是直接跟安全局對口的 要跟他們彙報工作的 他補充說 後來我也知道高校裡面也有 高校裡面包括一些副校長 包括一些學生 還有像一些科研院所也往裡面派人 包括企業 可能大家想不到 像一些外資企業 特別是大的外資企業 其實他們都有人派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這個隱蔽戰線的人這麼多啊 而且這麼多人在各行各業當中 你平時看不出來的 他平時就是你同事 就是你朋友 像央視的老畢 可能就是跟同事說了一句話 被錄下來 他可能也沒想到 這個人有可能是國安系統的 有可能是這樣的 李軍說 最讓我想不到的是 中共內部對領導幹部的那種監控 因為我認識一個人 他是專門檢修監測設備的 有一次他跟我說 其實咱們這個市裡面 省裡面 這領導幹部全部在嚴密監控之中 他們根本就沒有隱私 他們有幾個情婦 跟誰談生意 貪污了多少錢 全部都錄下來了 他說這些人的材料都是現成的 就看上面領導說要抓誰 那就把這些材料交上去 所以他說 其實中共這些所謂的領導層幹部 他們也沒有什麼隱私可言 全部在中共隱蔽戰線的特工系統的嚴密監控之中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 婚鳥 兔鮮 自然 ゆ 不 大家 全部 我們